大家好,我是龙儿,今天才知道原来勤结油烟机这么简单,只需要一个发芽的土豆,不拆不屑,五分钟焕然一新,不留一点污渍。 过完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家里面也没有亲戚来拜年了,之前每天一直运转的油烟机,也终于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 大家都知道过年前我清洁了一次油烟机,但是就在短短的这十几天当中,油烟机一下没清洁又变得如此的脏,上面的油垢污渍,又扣都扣不下来了。 真是想不通,为什么我家的油烟机在过年的时候脏得这么快呢?年过完了,也是清洁油烟机的时候了。 不然的话,像这么脏的油烟机,平时我可没办法用它来做饭呢,看着都让人十分个瘾。 可以看到现在随便拿一张纸巾在上面轻轻一擦,都满是油污油垢,由此可见现在油烟机的油污特别严重。 很多朋友在清洁油烟机的时候,都要把油烟机拆开一点一点来清洁,既浪费时间,而且所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招,根本不用把油烟机拆开,只需要一个家里面这种发芽的土豆,就可以把它清洁的干干净净的,不留一点污渍。 很多朋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呢?但事实上确实如此,下面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吧。 首先取出几个家里面不要的发芽的这种土豆,像这种发芽土豆,相信家家户户户,隔三差五都会有那么几个。 因为土豆,它五美价廉,吃法也特别的多,深受大家的喜爱。 虽然说土豆特别好吃,但是它却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发芽。 像我们家的这三个土豆,就是过年前一天买的,结果呢出去旅游了一圈回来,就发芽成这样了。 直接扔掉吧,又感觉非常的可惜。 那么这里有朋友可能就会说了,直接把有芽的地方削掉就可以吃了。 其实发芽的土豆里面含有大量的浓窥碱,是不能食用的,尤其是我这个土豆发芽比较严重,更是不建议冒险去吃。 所以说呢,像这种的发芽土豆,扔掉又可惜,不扔吧又不能吃。 恰好我们可以用它来清洁家里面的油烟机,在用土豆清洁油烟机之前,这里再教大家调一个油烟机清洁液。 准备一个超大的碗,往里面挤入三宫细节精,一包食用小苏打。 购买食用小苏打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购买这种最便宜的即可,因为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小苏打可以用来清洁家电和家具,特别的好用,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 除此之外,还可以用来当作食品添加剂。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大概80克的白醋。 然后用勺子搅拌搅拌,让小苏打,还有白醋,以及细节精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在搅拌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碗里面产生了这种大量的白色泡沫。 看起来十分的蓬松柔软,就像棉花糖一样,给人一种非常柔软。 搅拌出来的这个泡沫,就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并且具有很强的吸附性。 用这个泡沫来清洁油烟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会变成水滴,掉得到处都是了。 充分的搅拌均匀后,我们先把调好的清洁泡泡放在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发芽的土豆取出来了。 一只手拿着土豆,另一只手将土豆上面发出来的嫩芽掰掉。 嫩芽长在土豆上面非常碍事,没有任何可用之处,所以一定要把它掰干净。 掰好后我们再用菜刀,从侧面切下两片,切的时候不要切得太厚了,切得薄一点。 切好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种的土豆,像这两片我们就先不要放在一旁。 只用这一部分比较多的就可以。 现在我们用切口处沾去清洁泡泡。 沾好清洁泡泡后,现在就可以用这个土豆来清洁油烟机了。 像刷子一样,在有油垢无资的地方来回的刷一刷。 在刷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十分的轻松,毫不费力气,上面的油渍无垢就被带下来了。 因为我们的土豆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而这个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并且当我们用土豆在油烟机上面刷的时候,里面的淀粉和油烟机还会产生一个摩擦力。 而这个摩擦力,以及我们淀粉的吸附性,就会把上面的污渍油垢轻轻松松地带下来。 所以说以这种方式来清洁油烟机,不仅有清洁泡泡不会掉落的这种优势, 还有咱们土豆里面含有大量淀粉,具有很强吸附性的这个优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当我们把这两者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就起到了一个一大一大于三的用处。 一般我用土豆来清洁油烟机的时候,整个过程只用土豆沾去了两次清洁泡泡,就可以把一整个我们的油烟机清洁得干干净净的。 可以看到被土豆擦过的地方,油渍和无垢都已经被溶解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用拧干水分的毛巾,把油烟机上面的清洁液残留擦干净即可。 很多朋友在家里面习惯性的用毛巾来清洁油烟机,或者是用我们的白结布来擦。 白结布比较粗糙,但是毛巾又太过柔软,都不能起到很好的清洁效果。 而用土豆就可以把它们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离开它们的短处,并且用完之后直接随手扔掉,也不觉得可惜。 简简单单,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油烟机就已经焕然一新了。 被清洁干净的油烟机,我们用一张干净的纸,随便来回地擦,用力地擦。 纸巾上面依然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油渍。 除了可以用来清洁油烟机之外,像我们的灶台,墙面上面的油渍污垢,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清洁。 可以看到土豆所到之处,上面的油渍污,立马就被溶解掉了。 用土豆和清洁液擦一遍之后,我们再和刚才一样,用拧干水分的干毛巾,将上面的淀粉残留还有清洁液擦干净,我们的灶台立马就恢复入心了。 简简单单的五分钟时间,别说是清洁油烟机了,就连我们刚才那么脏的灶台,也一并清洁的焕然一新。 根本想象不出它刚才的样子。 两个灶台可以进行一下对比,刚才左边的因为最近没有用它来炒菜,所以呢还算是比较干净的,而右边刚才可以看到非常脏,但是现在却非常的干净。 现在我们的灶台还有我们的油烟机就已经焕然一新了,一点脏东西都没有,看一下非常干净。 就算是这个戏风机上面,它每天吸收了大量的油,依然被清理得非常干净。 是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来我们生活中,这些发了牙,不能吃的土豆,放在家里面,原来还可以用来清洁我们的油烟机,简直是一绝哦。 所以说啊,以后家里面买回家的发芽的土豆,不要再扔掉了,赶紧把它利用起来吧。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怎么样来调制清洁油烟机和清洁我们灶台的一个清洁液,还有我们的土豆搭配上这个清洁液来清洁我们的油烟机,特别的好用。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